而这个月中呢 在宜兰南澳这边有一家早餐店 在门外出现了一只小猫 奄奄一袭不停哀叫 只客人上前查看才发现 他的身上居然是中了有三只长15公分的吹针 巴掌大的三色花纹小猫 小口小口吃着饲料 表情无辜 活动力超级旺盛 三只长15公分的吹针 就这样插在出身才两个月大的小猫身上 这个月17号 有民众在宜兰南澳一家早餐店外 听到小猫虚弱的叫声 上前查看竟然发现 小猫疑似被不肖人士 用吹针的方式企图杀害 从这里出去 好像可以出 有看到黑黑一点那个就是吗 对不对 这里是前肢被打的 贯穿的是脖子这里 幸好吹针没有伤及脑部或脏器 经过兽医仔细消毒 轻创伤口施打抗生素后 目前小猫恢复良好进食正常 这个会有违反动物保护法的 的规定 那最高如果因为这样子 这只动物因为你这个动作死亡的话 最高有可能会被处罚 所以处于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由于吹针取得容易 多么团体担心类似事件 再次上演 会与民众别以身试法 伤害可爱无辜的毛小孩 记者铃神才信方 宜兰采访报道